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就是单单来亲近我们的神 圣经说祂就是葡萄树 我们就是枝子 我们连于祂 如同与祂零距离 阿们 那我们就有诗歌 神的坏的诗歌 来亲近祂 神就要亲近我们 享受祂的爱 享受祂的同在 阿们 耶稣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藏在耶稣里面 祂也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多借过之 因为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也要以耶稣临距离 祢要以耶稣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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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来深深刻目的心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再次说我就是要怜悉你 我就是这样的亲近你 祢要以耶稣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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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深深的亲近他 沙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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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有 依耶稣临居链 如此之 连泥葡萄 如此清明 请敬主耶稣 向祂清醒图一 听主声音 顺服主的话语 告诉主 我要以耶稣临居链 如此之 连泥葡萄树 如此清明 成长坚固活着 必领导我生命 在耶稣里 我有丰盛神明 在耶稣里 我有丰盛神明 好不好一起说 亲爱的主耶稣 你就是那葡萄树 我是那枝子 我连泥你 我就会多结果子 谢谢你 我愿意把生命再次的交托 你掌管我 你保守我的心 让我的心里面不再有任何的重担 我来到你面前 把重担交托给你 谢谢你充满我 谢谢你将你的喜乐平安充满我 将你的爱充满我 让我的心就是这样的被你吃嫩 因为你是葡萄树 我怜于你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 我再讲一次 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 今天为什么我们离了主不能做什么呢 当我们离了主代表我们不是没有信耶稣 可能我们信了主 但是我们不藏在主里面 也就是我们没有花时间稳定的亲近他 领受他的话 让他来更新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藏在主里面 我们不能离了主 一个离了主的人 他会怎样呢 一个离了主的基督徒又会怎样呢 第一个 一个离了主的人 他就不能结果子 一个离了主的人 他不能结果子 也可以说他无法结长存的果子 在耶稣福音第15章第5节告诉我们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以他如此的连结 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 就说我们不能离了他 如果我们离了他 我们不亲近他 我们一天不亲近他 我们其实在那一天 就无法结果子 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 在耶稣福音15章第8节有讲到 他说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所以也可以这样说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亲近神 我们的生命无法结长存的果子 长存的果子可以包括生命像耶稣 行在神的带领的事情 包括得胜的生命 能够过一个容神一人生命 能够结悔改的果子 能够结穿回的果子 凡我们所做的都能够来造就人 这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靠自己 当我们连于耶稣 我们才能够结果子 而且这个果子呢 使我们真的可以 如同该我们读的经文 多结果子 好使我们的父的荣耀 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 所以一个不结果子的人 就是他没有办法荣耀天父了 他也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 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只是信徒 却不是门徒 不能委身 不能够被神真正使用 也不能够活出一个得胜丰盛 容神一人的生命 所以今天问题不够在我们在忙碌的一切 而是我们没有稳定的像枝子一样连移着葡萄树 就是以主稳定的清静 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培养起来 好使我们不会离了主 而不能结果子 第二个一个离了主不能做什么的意思 也代表着失去的生命的意义 或者是说被魔鬼罪恶捆绑挟制的生命 所以在一样福音15章6节也说到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逝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所以一个枝子他若没有连于葡萄树的时候 他掉在地上 通常就是被烧 被烧或者被践踏 同样今天我们的生命没有连于耶稣 我们眼尼他 我们不亲近他 我们亲近的都是这些眼目情意 若其今生骄傲的一切 都是不造就我们生命的一切 所看的 所玩的 所听的 污秽我们的心的 污秽我们的眼目的 使我们的生命没有造就的 我们就是被践踏 被这些诱惑带来恶者的捆绑 坏习惯的陷入 所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会做坏事 我们今天有坏习惯 原来是跟我们 没有亲近这位真神 稳定与他建立关系造成的 所以耶稣说 离了我不能做什么 第三个 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 也代表着没有神的话 没有祷告的信心 耶稣福音15章7节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 你看见吗 当我们没有离了主 我们以他很稳定的亲近 我们就在他里面 他的话就在我们里面 当他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真实的信心 我们的祷告都会成就 今天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成就 因为我们是有事才来祷告 有灾难所才来呼求主 所以我们那个祷告可能不合服真理 或者是一种的抱怨的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培养 以主亲近 像这只黏葡萄树 我们就能够有稳定的信心 无论任何风暴来 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真理上 所以照着神的话语 我们就祷告 一定看到神怎样成就 Amen 就算最小的事情 神能为你成就 所以今天记得离了主 我们没有神的话 我们也不能够有祷告的信心 第四个 当我们离了主也代表什么 无法领受和明白父的爱 一样福音15章9节说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所以今天我们若没有亲近主 我们就没有真正的领受到父的爱 我们没有在这个爱中 我们无法去明白天父的旨意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信耶稣 不是一下子 是一个过程 我们在成圣的过程 我们绝对离了他不能做什么 我们需要在神的爱中 才会有信心 才会甘心的顺服 对不对 所以是神的爱 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他 所以真的离了他 我们无法领受他的爱 所以培养稳定 与神的亲近 是多么的重要 最后一个 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 为什么呢 我们就无法遵行神的话 一样福音15章10节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原来当我们这样的 藏在主的爱里面 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 藏在主里面 我们自然就有能力 信心 顺服 或者遵行 他的话语的命令 所以你看到 这整个都是一个的循环 枝子连于葡萄树 就是藏在主里面 他就有爱 他就有神的话 他祷告就能够看到成就 他的爱 使到他能够去遵行神的话 使到他能够荣耀父 成为真正的门徒 能够明白父的旨意 所以多么多的祝福 我们不要离了他 要藏在他里面 所以每一天培养稳定 以神的亲近 来敬拜他 来领受他的话 来默想他 来聆听他的话 跟着一起这样的来敬拜 领受 让神的爱再次充满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结出长城的果子 有荣耀神的生命 Amen Hallelujah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你就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你已经告诉我们 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 离了你我们不能结果子 离了你我们无法荣耀父 离了你我们无法做一个真正的门徒 离了你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话 离了你我们没有神的话 我们也无法有信心祷告 离了你我们无法经历神的爱 我们就变成一个只是宗教徒 麻木 不再客户 不再享受于你的亲近 所以主啊 求你恢复我们线上所有弟兄姐妹朋友们 让我们真的再次享受 这样亲近你的那种的满足喜乐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当我们这样亲近你 你就会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们就有力量在这世代 真正的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走四个成为我们的祷告 使得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 哈雷利亚 主带领我 挣脱那罪恶的困索 我需要你 不足的提醒 你 集结罪恶 集结罪恶 并主我胜过 主带领我 挣脱那罪恶的困索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挣脱那罪恶的困索 挣脱那罪恶的困索 不足的提醒 集结罪恶 并主我胜过 你留你我不能做什么 你留你我不能做什么 恳求生理指教我 夜里值得的忘乱 哦主啊求你来说着我 哦主啊求你来说着我 献上生命为主我 对去焉有地久我 带领我 好不好我们愿意被神来带领 阿们连离他连离那葡萄树如同枝枝 好不好用做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过后要真的为许多的肢体来祷告 我们知道很多的可能主内的家人 也可能不一定在我们教会 在其他地方在国外的主内家人 可能也面临着 已经在属灵上 无法结果子 生命无法结果子 因为没有以神亲近 离了这位主 好不好 这是我们在唱的时候 带着祷告的心来唱 主啊我的生命就是要这样的被你带领 我不要再离了你 我要回不过来 哈利利亚 主带领我 振脱那罪恶的困缩 来宣告我需要你 不足的提醒 集结罪恶 并主我胜光 你了你 我不能做什么 你了你 我不能做什么 恳求生理指教我 从眼里直到地望我 你了你 我不能做什么 你了你 我不能做什么 我不能做什么 献上生命为主我 退起眼有地久 再宣告 力量你 我不能做什么 力量你 我不能做什么 看救生灵指教我 错越你罪的地网罗 主啊 求你来说找我 主啊 求你来说找我 献上生命为主我 退起眼有地久 带领我 神的主啊 感谢你 谢谢你 好不好 祝你来亲近神 把所有的教会 带到神的面前 神的带到神的面前 来祷告 你会放眼祷告 开口放眼祷告 是的 主啊 都不会用物性来祷告 都没关系 主啊 把所有的家人 祖宗里的家人交给你 神教会交给你 神的你啊 都要回到 主啊 那个亲近里 每个人都是那姿子 要怜悴你 主啊 要结长春的果子 主啊 求你再次 大大的来吸引 充满 充满你的教会 谢了 为你的神的教会 神和你们来祷告 啊 最重要就是要联谊耶稣 你所如此的稳定的情境 培养这样的生命 谢了 主啊 所有拦住人心的退缺 所有的忙碌的借口退缺 什么 你的爱乱卵了 你的爱深深的 再次信你的hen wild 可不来到你面前 可不来如此的亲近你 谢了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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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可达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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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了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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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个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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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руз的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神的儿女们 可能在忧虑中 可能在担心 可能在金钱上的问题 以至忙着 可能要赚起钱财养家 或者是要做很多事情 就不再谦卑的来亲近神 好像马大一样 忙着先 谁知道越忙就越烦躁 无法安静下来 所以今天要帮我们祷告 我们代表神的教会 在神面前说 主啊 我们把你的儿女带到你面前 神啊 求你赦免你的教会 忙碌当中 忘记了 最重要就是来到你的面前 像耶稣一样 天未亮先来到父的面前 来亲近你 主啊 求你帮助你的教会 你的儿女们 在一天的开始 先来亲近你 现在以你更多的领受 像玛利亚一样 来聆听你的话 主啊 求你帮助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恢复那个稳定 以你亲近的习惯 早晨要亲近你 时时刻刻亲近你 领受你的话 默想你的话 聆听你的话 甚至在每一天的结束的晚上 都要来亲近你 主啊 所有的拦阻退去 所有的 主啊 被这个的网记网络 被这个的game 被这个的影片 甚至各样的忙碌 出去偷掉了 这样的一个时间给神的 主啊 求你挪开 求你唤醒每个你的儿女们 因为你说的 我们要珍惜光阴 这世代学恶 主耶稣啊 除去人 所有拦阻 除去人 不能够怜悯你 亲近你的时间 哈雷雷雅 谢谢你 主啊 充满你的教会 充满你的儿女 再次恢复过来 更多的 这样的依你亲近 我们宣告你的教会 是多结果子的教会 我们宣告你的儿女们 都能够有你的欢迎 生命不在一样 祷告不在一样 能够遵循你的话 能够来荣耀你 见证你 成为耶稣基督 真正的馒头 哈雷雷雅 主啊 谢谢你 力量你 我不能做什么 力量你 我不能做什么 恢求神力 只教我 恢求神力 眼里 只大地 忘了 力量你 力量你 我不能做什么 力量你 我不能做什么 恢求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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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经济 经济问题 很多人就陷入金钱的这种的诱惑 去做不对的事 包括许多人在关系上 有很多的纷争 开始在家庭当中有许多的问题 好不好 如果这时候我们举举手 站在这些破口来祷告 因为人离了这位真神 也不能做什么 神经说 离了这位真神 就崇拜错误的 会更多的仇犯 祝我们把我们国家说的百姓 万国民百姓带到你面前 好不好 开口来呼求他 我们呼求在你面前 祝啊 你让他们都要来认识你 福音要兴奋在每个国家 使用教会 哈利利亚 一起伯价来祷告 祝你联名 世上人要归向你奉耶诗的名 东南西北的百姓们 要归向你奉耶诗的名 哈利利亚 祝你所有的万国要承认你 万西要跪拜你 你是万国万民的主 祝你要人的心来遇见你 哈利利亚 因为你是寻找那迷失的羊的 使用你的教会 哈利利亚 更多的遇见要归向你 连于你 生命不再一样 国家恢复 恢复健康 恢复和谐 恢复经济 恢复每一个的关系 所有仇敌的 所有拦住人心的 退去捧耶诗的名 我们全是退去在每个国家 奉耶诗的名 退去在我们的城市 奉耶诗的名 退去在所有的家庭 主啊 恢复每个家庭关系 恢复每个百姓跟政府的关系 恢复每个人民之间 不同种族的关系 主啊 谢谢你 让人的心 除去所有错误的拦阻 让正切的正面的充满在人里面 主耶稣啊 福音要进入人的生命 求恢复要领到每一个万国万民 哈利利亚 主啊 停止这些肺炎传染 怜悯我们 赦免我们 哈利利亚 耶稣谢谢你 哦 你是何等何等美好的神 当我们念你 我们就多结果实 谢谢你耶稣 好不好 这时候纪念着你要祷告的两个朋友 或者家人 你已经想到的 或者你看你的卡片都没关系 在你思想里面 你想这两个人 是的 主啊 我们这时候把这两个朋友交托 把这两个家人交托 福哈利利亚 主啊 我们宣告他们要向自己能够怜悯你 怜悯你 他们要经历你 他们要领受你生命的丰盛 他们要脱离所有杀到魔鬼的蒙蔽拦阻 主啊 宣告他们在今年要归向你 真正的来跟随你 经历你 他们不再刚硬 不再乱落 不再远离你 主啊 使用我 好不好 你告诉神使用你 使用你 因为你是怜悯耶稣的 你有生命的恩高 你是有说服力的 你是有影响力的 你是能够得着他们的 主啊 感谢你 使用我 主啊 感谢你 使用我们 我们的口 我们的手 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 成为他们的造就 能够在今年带领他们归向主 好不好 在你里面平行看见 你在今天要带领这两个人 好好的归向主 或者迷失了 你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主啊 主啊 让我们连你生命的恩高 不能够去造就他们 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 天父我们感谢你 好不好 最后 默想一分钟 今天你领受的信息 也祷告了 你明白了 神今天要你 成为一个 结果子的生命 不要理了他 相信神也要我们 恢复 稳定 与神的亲近 的时间 好不好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 培养一个习惯 你这时候想一下 我们对于自己人生 许多计划 你应该好好的计划 你一整天的早晨 愿意说 主啊 我要留给你 可乐 从 15分钟开始 慢慢 半小时 慢慢 来到一小时 能够的话 至少一小时 如今 默想神的话 敬拜他 默想他 亲近他 用我们的心 好不好 你自己想一下 你什么时候 要亲近他 最重要是早晨 或者在中午的时间 可以安排 来亲近他 聆听他 甚至是 晚上 还没有零睡之前 可以来亲近他 聆听他 来感恩 就好像每一天 你吃三餐一样 你的灵也需要 领受神的话 就好像每一天 我们需要喝水一样 你的心也要有 神的活水来滋嫩 好不好 你下定节心 因为主是这么爱我们 祂给我们真正的丰盛 不再依靠我们有限的力量 好 我们想到的 好不好 这时候你继续受 主要 奉耶稣明 把线上所有地生姐妹 朋友们 他们已经决定 在早晨的时间 午餐的时间 还是晚上的时间 来亲近你 来聆听你的话语 来默想你的话语 来领受你的话 来敬拜你 主啊 你就赐福他们 让他们享受 在这样的清静的时间 让每个人培养 稳定 清静主的时间 就如同枝子 藏在这个葡萄树 我们就藏在你里面 说 奉主耶稣宣告 你将要结更多果子 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 你的生命的行事为人 不再一样 你的事业 你的学业 你的人际关系 就不再一样 你会恢复健康的身心灵 你会恢复美好的人际关系 你会有很好的事业 有你属生的智慧 主啊 让我们联与你的弟兄姐妹 大大蒙你赐福 大大蒙你赐福 脱离所有的不良的习惯 脱离所有的生命的仇烦 谢谢主耶稣 赐福弟兄姐妹 凡事兴盛 身体强壮 正如灵魂新生一样 多结果子 凡我们祷告祈求的 因为有你的祸意 都会看到神为你成就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我们来宣告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能到尊与名为圣 愿能国降临 愿能至于行在这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君子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请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记得今天的信息 离了主 我们不能做什么 所以记得要向 这只年葡萄树 稳定的来亲近神 稳定的来参加 我们晚上的 这个的敬拜祷告的时间 阿们 因为神的话 也必要大大的赐福你 愿神赐福你